1916年到1928年这十几年间 是所谓北洋军阀时期 它其实就是几百个军阀 互相开地图炮的故事 这事儿得先从1912年大清完了说起 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北京 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中央政府里有他的三个好学生 河北人王世珍 安徽人段祺瑞 河北人冯国璋 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 这时北方除了中央政府外 还有东北的张作霖和山西的延席山 原大头还在的时候 这两个大佬被妥妥按着 不过南方的几个原大头可按不住 主要有云南的蔡厄 还有广东广西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军阀 时不时跟孙中山一起 闹闹革命搞搞北伐什么的 原大头后来脑子发昏 想当皇帝 结果被全国人民骂死了 这下好了 大佬们都按不住了 地方上乱 中央更乱 十来年里内阁换了二十多次 还有上台才两天就被打倒的 最开始是没人理总统 黎元洪跟牛哄哄总理段祺瑞闹矛盾 李总统气不过 居然把段总理炒鱿鱼了 是的 理论上他有这个权利 这下捅了马蜂窝 一堆老段的小弟不干了 你看着吧 大家都僵着 沉默中 有个拖着长辫子的江西人跳出来 要当老娘就劝架 结果 确实来把被废的宣统皇帝捧上位的 那就是当今的皇上 老段说 滚 辫子君就滚了 老段说 我是英雄 大家快来赞美我 老段又说 李总统又让我当总理了 我让李总统下台了 于是 河北人冯国章 也就是冯拱他太爷爷 当上了总统 南方的孙中山他不服 喊上小弟要打老段 老段说 冯总统你去接招 冯拱他太爷爷又不是个傻子 干了两仗就不干了 老孙顺利拿下湖南 老段很生气 这个总理 我没法做了 冯总统说那太好了 我找别人来做吧 冯总统翅膀硬了 找老孙商量 老哥 咱不打了 行吧 老孙说 No 但是呢 他那般南方小弟 都已经跟冯总统商量妥了 不打 我们不打 尴尬 还是只能让重新上台的段总理来化解 看我 打不死你们南方小苍蝇 于是 挥师难下 从护法军那里 夺下湖南 这块肥肉 战 是河北人曹坤 和山东人吴佩甫打的 果实 却被人老段 拿来送给了他安徽老乡 两人这个生气啊 直接投奔冯总统 然后 冯总统死了 两人成了直系大佬 老曹还七搞八搞 当上了总统 这时候 不光老孙 老曹老吴 想揍老段的人太多了 声讨断其位 卖国行进 终于 河北大佬们和东北大佬张作霖联联手 把老段打趴了 老段 宣布退休 研究佛学去了 安徽帮被赶走 因为反老段相爱相杀的河北帮和东北帮 自然就恰起来了 一开始是河北帮追着东北帮打 后来 驻扎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帮将领冯玉祥 临阵倒戈 你看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班师回京把曹总统给抓了 还把贤德皇的溥仪轰出皇宫 这个基督徒将军 又把河北帮老吴和东北帮老张 撮合在了一起 两人联手 把冯玉祥赶出北京后 老张开始登上人生巅峰 在北方掐得死去活来的时候 南方也没闲着 有人私自跟北方签合约 不认真搞北伐 被老孙一阵炮轰 广东省长陈炯明说 我要独立 老孙说 我要北伐 老陈说不过 就要揍老孙 老孙跑了一圈回来 把老陈赶跑了 后来老孙的北伐军 搞得有模有样 直接干翻了老吴 也把老张打得惨兮兮的 这时候 支持老张的日本人 欲求不满 就把他炸死了 他儿子张学良出来 主持大局 只换了个旗子 就给轰轰烈烈的 北洋军阀时代 画上了 句号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士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